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罗马书第三天 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 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保罗传扬神的福音 却突然说出 不以福音为耻 这句话 福音难道有可耻之处吗 可见当时许多人是轻视福音或是基督徒的 但保罗曾经深深地经历神 所以他知道这福音不是人所编撰的 不是虚构想象的 而是出自于至高的神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神拆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肉身 却是从圣灵感孕 又经童真女玛利亚怀胎而降生 耶稣彰显神的全能 又传扬天国福音 更是为着世人的罪而死 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显明胜过罪恶及死亡的权势 所以这一切当然是神的大能 因为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 又叫一个人生命改变 保罗正是如此经历神 从逼迫基督徒的罪魁 变为爱主 愿意为主舍命传福音的使徒 显明这福音本身拥有翻转生命的能力 这完全是来自于神 福音显明了神的意 意的意思是指公义或与神有正当正确关系 这就是意 神是圣洁的 所以神看见人有罪的问题 这就是不好的 完全不合于神 但是要满足神对圣洁和公义的期待 却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 或是遵守律法的要求就可以完成的 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可以完全神公义圣洁的标准 所以福音真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恩典 神真是公义又充满慈爱的 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 又让我们因耶稣的救赎 而使神圣洁公义的心意可以满足 福音所显明的救恩 必须通过信心才能得着 人若是靠自己可以得救 就不需要耶稣 也不需要福音了 但是所有人都无法靠自己得救 既然福音的一切都是出自于神 而神也预备救恩的管道 就是走信心的道路 所以我们必须一生坚持 对救恩真理的相信 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四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并且将此信心坚持到底 相信神的拯救永不改变 我们必因为信心而经历神更大的荣耀 因着信神使我们得着永生 亲爱的救主 我一生信靠你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坚定的信靠你 必然使我的生命改变 使我经历复活的大能 而生命更新变化 我愿意更多荣耀神 更要一生传扬主的福音 道读神的话 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今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Amen 主啊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主啊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你的荣耀 是你的怜悯 是你大能的彰显 主我赞美你 主我赞美你 我不应该以福音为耻 因为你说 谁以为我为耻 你也以我为耻 主我这福音是大能的福音 是神的大能 我应该以福音为荣耀 Amen 是的主 我应该以福音为荣耀 感谢主你赐给我传福音的能力 让更多人来相信你 主啊 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他们都要听见这个福音 而且还要能够为你做见证 Amen 我们要为你做见证 主啊 你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主啊 凡相信耶稣基督的 都必蒙拯救 我们因信称义 不是本于行为 我们信 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 Amen 我们因信就看见你的荣耀 因为神的义 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福音就是宣扬神的义 神的爱 主 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中 在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中 显出那个光明荣耀的生命来 Amen 是的 这福音显出这福音显出光明的生命来 主啊 你的大能要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主啊 这是义 这本于信 以至于信 主啊 我们要因信而得以称义 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不管得时不得时 我都要来传福音 因为这本是你的大能 Amen 主这本是你的大能 主啊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义人必因信得生 主啊 信是一切的根基 我们要将信 在牢牢的守住 直到见你的日子 Amen 主赞美你 因为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行为 称为义 我们是因为信被称为义 赞美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